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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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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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本期的拆盒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act 的拆盒啊 当然说是肯定是关于我们初代里面的一只怪兽 古代怪兽哥莫拉 哥莫拉的话 我也是 就是没有去给大家做拆盒嘛 然后今天呢 就来把哥莫拉给拆一下 那这些卡片就先拿一遍啊 像act 的话 初代我给大家做过详细的评测了 然后就等这个哥莫拉了 我们来把这个盒子 盒子非常大 是我表弟也就 当时发给我的 我去 来把它给拆开 然后里面有有哥莫拉平平的躺在里面 那哥莫拉我是挺喜欢的 说真的 我是挺喜欢跟我拉 但是 哥莫拉一直没有去改更新是因为 初代没有去给他介绍吗 初代现在介绍完了 那准备可以给他做这个哥莫拉评测了 我们来拿出这个 哥尔赞来做个对比 这期拆盒视频呢 就来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评测视频和这个小剧场 后续会来给大家推送 我们来把这个哥莫拉的盒子拿出来 啊 西方 哥莫拉这个盒子相当于 与哥尔赞来说的话 要小很多倍啊 来做个对比 这就是两者的一个差距 盒子 厚度的差距 厚度也有差距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哥莫拉 我觉得哥莫拉 的确是比哥尔赞来的小 好 我们来把哥尔赞拿一遍 看我们的哥莫拉的盒子